北韓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金正恩了 您知道吗 他在大陆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 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明星级元首人物 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不少的粉丝 这些人帮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金三胖 不过最近金正恩对于他这个绰号觉得很感冒 现在已经因为影片被很多人恶搞了 据说为此触怒了北韩外交当局 日前他们透过管道 禁止在大陆方面的网友 以金三胖这个名字来称呼金正恩 目前包括了搜寻网路上面 金三胖这三个字已经全都看不到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执政五年 体型几米大几寸 连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 不过他可以胖你不能讲 大陆网友盛传 全年搜索次数超过一千五百万的金三胖 成为网路世界的最新禁句 原来在大陆民众眼中金正恩充满喜感 拿上这种扣送影片完全无回合 消息传回南韩 民罪也忍不住为创意十足的网友 抱不平 面对官方禁令网友见招拆招 其实大陆官方一度禁止金三胖流窜网路 因为周朝关系急动开放 现在又因为实际利益再度喊咖 不过玩笑归玩笑 金正恩的BMI严重超标 已经让人担心他的健康情况 也有网友力挺金正恩 鼓励他胖就胖的坦荡荡 何必在乎 非短流长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